五年爱情长跑结束后 我决心不婚 给自己买一套房养老 嫂子知道后 一心想着 侄子长大之后 继承我的房产 于是 在我给新房装修时 嫂子窜多 我用最好的材料 在我给新房买家具时 嫂子不停地给我推荐最贵的牌子 却不料 我终于真爱后 有了结婚的想法 嫂子知道后 一气之下将我活活掐死 再次睁眼 侄子正在吵我撒娇 让我以后把房子留给她 姑姑 晨晨以后会给姑姑养老送终的 晨晨住过来 你就不寂寞了 姑姑你说好不好呀 和前世一样 小侄子于晨晨 在嫂子的事宜下 摇晃着我的手臂 朝我撒娇卖萌 让我等她长大后 把房子过季给她 她会照顾我 给我养老 嫂子很满意小侄子的表现 笑意盈盈 眼里闪烁着金光 出声帮腔 是啊欣欣 老了之后 一个人怪可怜的 有晨晨照顾你陪着你 就不一样了 你说什么事 前世 我用多年的存款 买下了这套房子之后不久 哥哥就在嫂子的窜桌下 卖掉了旧房子 买了我楼上的新房 成为了我的邻居 小侄子在嫂子的教学下 一个五岁的小孩 隔三差五的就跑来朝我撒娇 让我以后把房子过季给她 哥哥和妈妈也不停地来给我洗脑 告诉我 老了之后 我而无语多么可怕 我知道 嫂子打的什么心思 她有两个儿子 假如我把房子过季给其中一个侄子 他们一家人 就可以一直住在一起 他们买房的负担也可以减轻 前世圣母的我看着小侄子 可爱又乖巧 确实动过过季房产的侧影之心 直到重新遇到真爱 有了想结婚的想法之后 我放弃了过季的念头 嫂子知道后 当晚就冲到我家里 她黑着脸将我按在地上 将我活活掐死 意识消失的最后一秒 我还在后悔 当初就不应该给他们这个希望 见我没反应 晨晨又摇了摇我的手臂 撒娇道 姑姑 你说好不好吗 出乎大家的预料 我一把甩开了晨晨 站了起来 我有房子有存款 不需要你给我养老 房子你们想都别想 第一次被我用如此严肃的语气回复 于晨晨愣在了原地 小小的脸蛋上眼睛 瞬间涌上了泪水 嫂子听后立马变了脸 将小侄子抱在怀里 指着我的鼻子骂 于心 你这当姑姑的 怎么能这么和侄子说话 你有房子又怎样 以后没人照顾你 一切都是白搭 还不如让晨晨结婚之后住进来 一家人互相有的照应 我这都是为了你考虑 真是白眼狼 好心美好抱 晨晨都被你骂哭了 妈妈在一旁茶几上 吃着我买的进口车梨子 却觉得津津有味 她朝我翻了一个白眼 欣欣 你嫂子也是为你好 做人不能争自私 一家人和和气气的住在一起 共享天人之乐 多好啊 你别不知好歹 你是我的女儿 这房子妈妈也有话语权 妈妈做主 等晨晨成年了 你就把房子过季给她 别耍脾气 我冷哼一声 被气笑了 想起前世 妈妈也没办法 你死了就没这么多麻烦事了 你侄子终归要有一套房子 才能结婚娶老婆呀 这么多年 我靠着自己的打拼 当上公司高管 可在妈妈的眼里 我却始终比不上 哥哥小小职位的公务员 在哥哥家里需要用钱时 却又拼命地剥削我 在他眼里 我从来都只是他们 予取予求的机器 他们需要时 我就得前扑后继 奉献我的所有 甚至我的性命 哐当一声巨响 我的思绪拉回 只见地板上 大侄子将我上千块的护肤品 拴碎在地上 玻璃散落满地 客厅的沙发 被侄子踩出了一堆脚印 桌子上的吃食散落满地 心扑的地毯上 沾满了油腻污渍 冰箱里能吃的东西 被他们一股脑的搜刮出来 吃了金光 我再也忍受不了 木火向喷勃而出了岩浆 我当即去阳台拿一把扫把 将他们挤棒子 全部赶了出去 嫂子嘴里还在慢慢咧咧 被我一扫把拍在了脸上 鼻血喷勇而出 妈妈还想拿走一些吃食 我直接对准她的手臂砸了下去 疼得她呲牙咧嘴 撒牙子往外跑 我整个人近乎癫狂 刺心掠肺地怒吼 滚 统统都滚出去 老娘不发疯 真以为我是好欺负的吗 这一事 我绝不再作乱好人 有这样一帮贪婪狠毒的亲戚 我宁愿自己是孤儿 平复了一番心情之后 厕所滴滴答答传来水声 我走过去一看 天花板正在往下滴污水 厕所地板乌黑一片 散发着臭味 我想起来了 前世 楼上哥嫂家的房子污水管漏水 渗透到我楼下 我多次上去和他们理论 要求他们把管道修好 可都无济于事 嫂子故作无奈 欣欣 家里每月要还贷 拿不出钱来修管道了 你就忍忍吧 大不了拿个水桶 接着不就好了 哥哥理智气壮的吼我 影响的是你又不是我们 受不了你就掏钱替我们修好 天天说三道四 你烦不烦 我最终被逼无奈 只能自己出钱 找人来修好了管道 现在想想 我的家人还真是一帮无奈 面对无奈 讲道理是行不通的 无奈只能用更无奈的方法制 我转身去厨房 拿了一瓶番茄汁 对着厕所的地板和墙壁 一阵乱喷 喷完之后 洒上水 混合均匀 一眼望去 还真像是血淋淋的鲜血流的满地 一阵骇人 我将地板和天花板 咔咔拍了几张照片 上传到小区业主群 配上文字 家人们 十三楼地板漏水 竟然往下滴血水 我被吓蒙了 该如何是好 请求大家支援 我知道 十三楼的夫妻经常吵架 但 应该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害怕 JPG此消息一发 众人纷纷被吓到了 消息一条接一条的弹出来 我靠 我住在十四楼 不要吓我呀 不会吧 我才刚进来没多久 房子就要变成凶宅了 还等什么 赶紧报警吧 太吓人了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来之前 大家躲在家里 别轻易出门呀 我满意地 看着大家的反应 十分钟后 警察上门了 木叶带着警察来到我家 警察看了半场之后 上楼前往哥嫂家 我跟他身后一起上去 哥哥打开门 见识警察 愣了一下 警察大哥开口 同志你好 你们家厕所往下渗透不明液体 我们需要进门查看一下 哥哥这是看到了身后的我 瞬间明白过来 呃狠狠瞪了我一眼 于昕 你至于吗 水管漏个水 你竟然报警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你说的轻巧 影响的是我不是你 你当然不在乎了 对于你们这种无赖来说 报警都算轻的了 我静止跟着警察来到厕所 检查一番之后 确定是污水管漏水渗透 导致我楼下滴水 警察大哥语气严肃地训斥哥哥 水管漏水应当及时进行维修 影响到楼下其他住户 严重的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知不知道 哥哥瞪了我一眼 善善地点头 警察走后 物业立刻帮忙联系了维修师傅过来 核算了一番之后 维修费用要几千块钱 嫂子听后 立刻皱起了眉头 欣欣 这水管是你非要修的 这笔费用你出哈 可别赖我们头上 哥哥一个月的工资才不到一万块 维修个水管就要掏几千 妈妈肉眼可见的心疼了 他开始指责我 欣欣 你怎么这么自私 你哥挣钱不容易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水管对你又没有太大影响 你人人怎么了 维修的事是你闹的 这钱必须你出 别想赖你哥头上 哥哥早就不耐烦了 脸色黑沉 指着我的鼻子弄骂 于心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下午赶紧嫂子侄子出门 晚上到这出 哥哥最近对你是不是太好了 今天这钱 要是不出 你就别想踏出这屋子 哥哥向来有点暴力倾向 我小时候没少被他欺负 此刻他仰起巴掌 我迅速躲到物业身后 将刚刚偷拍的视频 发爆了物业群 救命啊 让他们维修水管 他们要打人了 大家快来救我呀 学历迅速有人回复 真是气笑了 自家水管坏了 狠狠劈了一顿 当场要求他们 支付了这笔维修费 以及给我补偿 楼下的清洁费之后 这才离开 我在他们一家人气炸了的神情中 得意洋洋的 跟着警察大哥走了出去 然而我没想到 第二天下班回到家 更令我气愤的事情发生了 我刚走到房子门口 屋内就传来了 震耳欲聋的打闹声 我心下顿时生出不好的预感 果然 一推开房门 两个侄子在我的客厅四处跑跳打闹 嘻嘻哈哈的声音无比响亮 他们穿着脏兮兮的鞋子 踩在我的沙发上 昨天刚换上的新沙发套 瞬间印上了许多脚印 桌子上摆放着一盘一盘的水果 和大量的零食 吃得一片狼藉 厨房里 我妈正在鼓到吃食 只见我冰柜里总价值成千上万的虾血 此刻正被我妈一只一只剁碎了 准备放到烤盘上蒸 她一边弄还在一边哼着歌 熟悉的就好像这里是她的家 我深吸一口气 肥都要气炸了 前世 哥嫂一家搬过来之后也是这样 每天带着侄子过来蹭吃蹭喝 我冰箱里淡凡点好东西 不到一天就不见了 吃饱之后 回去还不忘把我的水果零食带走 每次吃饱喝足 拍拍屁股就走人 留下满是狼藉 给我一个人收拾 好几次我都气得想换密码锁 可想想大家是一家人 侄子又还小不懂事 就忍下来了 想再想想 真是娶她的狗屁亲情 我放下包包 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 十分钟后 警察大哥上门了 妈妈瞬间慌了 她这才发现 我已经回来好一阵子了 警察问 谁报的警 发生了什么事 我气红了眼 跟警察同志说 我要告我妈私闯民宅 并且未经允许私自使用我的东西 我妈一听 插着腰瞬间怒了 一个死丫头 我是你妈 我怎么就不能进来你这里了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你的东西就是我的 快跟警察说你报错警了 别妨碍人家工作 我冷冷地笑了 未经允许就叫擅闯 你带着侄子进来之前 有经过我的同意吗 我屋子里好吃的东西 你吃之前 有问过我的意见吗 我妈被气的脸 变成猪肝色 哥嫂这时候回来了 于欣 你最近是不是吃错药了 动不动就报警 妈 就是吃了你一点东西 你也要报警 你还有有留良心 你的自私 真是刻进了骨子里 没救了 哥哥冲进来 挡在妈妈面前 双眼心红地指责我 如果不是警察在场 我估计他坦朝我动手 嫂子也看着我 一脸称怪 欣欣 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妈妈辛辛苦苦将你养大 但是上一世圣母心爆棚 任由你们吸血欺凌的余心了 终活一世 我会努力捍卫自己的利益 再也不给一点 你们趴在我身上吸血的机会 我直接转头 看向警察大哥 警察大哥 你也听了 他们拿不出证据证明 事先有经过我的同意再进来 麻烦你帮我把他们赶出去 还有 所有动过的东西 折算成现金 赔偿给我 警察同志也有些为难 知道这是一场家庭纠纷 可不管他怎么劝 我坚决不答应和解 必须让他们赔偿我的损失 警察同志只能秉公执法 简单核算下来 单单他们吃下去的东西 就接近两万块 我妈瞬间傻眼了 我呸 你狮子大开口啊 什么东西要两万块这么多 你这分明是额你哥的钱 哥嫂也震惊了 朝着我一顿口吐芬芳 我淡定的在手机上 把所有的购买记录 一一展示给警察同志过目 证据确凿 他们必须赔钱 随后 我又出去房产证 上面清楚明白的写着我的名字 这个房子归属于我 就算是我妈 也不可以随意闯入 我的报警合法合理 哥哥恨的牙根都快咬断了 在警察同志的强制要求下 黑着脸给我转了两万 送走了他们 我立刻更换了门口的密码锁 删掉了他们的指纹解锁 疲惫了一天的身子 这才放松下来 可我知道 以哥嫂心胸狭隘 有仇必报的性格 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 打倒他们 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但不管怎样 我都做好了硬仗的准备 这一世 我一定要好好活着 享受我的人生 这天我正在公司处理工作 忙得晕头转向 却不停的有陌生电话 打进来骚扰我 电话里的人 说我的车子乱停乱放 阻碍道路交通 让我立即过去摩车 我一脸迷惑 我的车子 明明在地下停车场 好好地放着 我以为是打错了电话 挂断了电话 可当地时痛电话 打进来的时候 我意识到不对劲 我让对方抱上了车牌号 不听不知道 竟然是哥哥的车子 打电话的人 给我拍了照片 照片中 车子横着 平放在一个路口 里面是几辆车子 全部出不去 车上的玻璃窗内 留的是我的电话号码 我瞬间明白了 这是哥嫂对我的报复 意图扰乱我的工作 让我烦不成烦 我摇摇头笑了 真是幼稚 既然他们要玩 那我就陪他们玩点狠的 我狡黠一笑 半个小时候 哥哥怒气冲冲地打电话过来 于心 你对我的车做什么 我脸上露出得逞的笑意 硬阳怪气道 哥哥 不是你让我帮你处理你的车的吗 既然你这么信任我 那我就自己做主了呗 半个小时前 我故意激怒打电话过来的人 语气嚣张地跟他说 我故意把车停在那里的 我就是不挪车 有本事你把我的车拖走啊 说完之后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后面再打过来 我都没有接 哥哥在那边呲牙咧嘴地尖叫着 于心 你给我等着 我的车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掐死你 我别别嘴 故意激怒他 哎哟 我好怕怕哦 你还是快去找你的车吧 拖久了 可能就找不到了 我的好哥哥 最后的哥哥两个字 我故意拖长尾音 叫得意味深长 哥哥整个人都炸毛了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气死他 只是我没想到 晚上回到家 令我更生气的事情发生了 我挂在阳台晾晒的香奈套装 白皙干净的衣服上 此刻全部染上污渍 而且衣服还在不停地往下滴脏水 整个阳台到处都是黑漆漆的污水 散发着一股怪味 仰起头看去 只见脏水正沿着楼顶边缘往下流淌 我走到阳台边缘 抬头往上一探 楼上的阳台 正挂着一把脏屋的拖把 拖把没有凝干 正在不停地往下滴水 原来如此 我气急返校 真是没完没了啊 一场接一场的整骨和恶作剧 看来这小区 注定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我看到楼上不停滴落的脏水 瞬间有了想法 我拍照留下所有证据 紧接着 我坐上下行的电梯 按下每一层楼的电梯 我找到每一层楼 同方向内户人家 敲响他们的房门 按通知他们 阳台正在往下滴脏水 让他们赶紧收衣服 并且拿出照片 跟他们解释 为什么阳台会有脏水滴落下来 他们的衣服也有一部分遭殃 对于13楼这种 缺得毫无素质的行为 每个人都感到无比愤怒 有一些不在家的户主 不在群里 按得按他们回来收衣服 通知完所有楼层的人 我们已经集中了一大批人 一起朝13楼进发 准备围攻他们 我还在群里 将13楼的缺的行为 在业主群广而告知 同时把拍的照片发到群里 没有收到波及的业主们听了 也相当气愤 有一些也加入到 围攻13楼割扫家的团队中 不到半个小时 13楼已经被围的水泄不通 大家群情激愤 包围了割扫家 逼他们出来 大家不停地敲着割扫家的门 这阵仗 真有一股要把门敲破的气势 事情闹得很大 物业上来了 大家让出一条路 物业让请大家安静下来 敲响了割扫家的房门 好半天 威胁他们再不出来就报警 大门才被慢悠悠地打开了一条缝隙 大家见状一拥而上 直接将整个大门撞开了 哥哥和嫂子被推倒在地 一脸狼狈 哥哥指着大家怒吼 你们这些没素质的事情小民 这是我家 给我滚出去 再闹我就报警了 大家本就一股怒气 听到这话 更生气了 你的小别三 谁没素质 你有素质 你把脏托把放阳台 祸害别人家 就是 有本事你就报警 看看警察站在谁这边 跟你们这家人住在一个小区 真是倒霉透了 上次水管漏水 不愿意修的也是你们吧 我看你们心脏挖出来都是黑的 对对对 好像真是他们 真是坏透了呀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哥嫂快要被口水淹没了 脸上一阵清一阵呆 嫂子害怕地躲在哥哥身后 一脸惊恐 我趁机给他们狼狈的样子拍照 跟着人群冲进里面 给阳台还在滴水的脏托把 也一起拍照留下证据 脱把的颜色黑得有点异常过分 我上去凑近闻了闻 竟有一股墨水的味道 我心里一惊 赶紧招呼大家过来 大家快过来看 这个脱把沾了墨水枝 他们就是故意害咱们的 证据确凿 大家闻言 纷纷凑过来围观 看完都震惊了 估计想不到 有人为了祸害别人 会做这么恶心的事情 众人这下都不骂了 直接上手 一人一下 哥嫂很快脸肿成了猪头 我妈带着两个侄子躲在房间内 此刻正打开一条缝隙 观察着外面的情况 看哥嫂被人围殴 害怕得直中眉头 我妈看见了我 勾勾手示意我过去 我倒要看看 她想干什么 一时失了戒备心 走了过去 没想到我还没反应过来 一把蜂蜜的水果刀 横在了我的脖子上 我妈浑身颤抖着 撕心裂肺的大声尖叫 你们快给我停手 要不然我动手了 筒筒躲滚出去 我顿时心下一凉 我没想到 为了救哥嫂 我妈竟然可以拿我当人质 或是哥哥一家的提款机把 有事找我求助 无事不管我死活 我不仅后悔 刚刚还是大意了 只能尽量保持冷静 不要动弹 大家纷纷被吓到了 平下了手里的动作 让我妈冷静别激动 不知道是谁报了警 警察这时候从人群中走出来 连声劝道 阿姨你千万不要激动 这件事没这么严重 你放下刀子 有什么事 我们会帮你解决 我妈死死握住刀子 毕生尖叫 我要他们统统滚出房子 滚 统统滚出去 警察文言 赶紧疏散人群 让大家出去 阿姨 他们都出去了 没事了 你快把刀子放下 真的伤了人 那要坐牢的 我妈听到坐牢二字 害怕地吞了下口水 但上 她缓缓地放下了 靠近我脖子的刀子 我趁机正拖开它 跑向警察 心中惊合未定 最后 经过警察和物业的协调 哥嫂赔偿受影响的 户主清洗费 以及衣服干洗费 同时罚款五百元 事情就这样草草结束 我怎么会善罢甘休 我妈都能拿我的性命 相威胁了 我自然不能心思手软 我将今晚拍的照片 全部整理出来 编辑了一大段文字 发到了网上 花了点小钱 买了个热搜 他们的恶劣行为 必刻引来了 网友的群情激愤 大家有的在评论下面骂他们 有的在哭诉着 遇到的类似事情 不到一周 帖子就冲上了热搜 照片被打码 哥嫂的身份 很快被扒了得底朝天 哥哥作为公职人员 最是看重名声 我当要看看 事情发酵到这个地步 他的饭碗还保不保得住 可我还是高估了 这件事情的影响力 哥嫂除了被人 每天冲骂之外 工作却没有受到半点影响 要将他们赶出这个小区 一时半会儿 还真不容易 公司安排我出差 谈一单生意 我暂时没有心思跟他们动 饭局的包厢内 我一眼就看到赵明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 我们相识于辩论赛 彼此心心相惜 互生好感 可就在我们即将走在一起时 他突然出国 我们从此失去了联系 前世 我和他在 也是在酒局上重遇 事后 他约我出去 微醺之际 他终于跟我解释了 当年的不告而别 原来当时他家里突然破产 他爸妈危急之中 将他送出过避难 他害怕拖累我 才不告而别 我们相识一笑 化解了这场 横梗在心中多年的误会 之后 他开始重新追求我 而我也渐渐找回了 当年的心动 答应了跟他在一起 甚至起了承家的心思 我的心思被嫂子知道后 他耍手段 想让我和赵明分手 却无济于事 林郑前一天晚上 嫂子暴怒地冲到我房里 将我按在地上活活掐死 死前我听见他兴奋地大叫 像个失去理智的疯子 说好的不婚 你这个骗子 你死了 房子就是我儿子的了 你给我去死 前世 我的幸福被嫂子活活掐断 这一次 我不会再给他机会 破坏我的幸福人生 思绪回笼 我感受到一道炙热的目光 赵明也认出了我 他看着我 眼里动发出亮光 笑着朝我汗手 我在酒局上表现专业 说话做事妥贴 我再次在赵明眼中 看到了欣赏和惋惜 酒局过后 赵明如前世哪般 约了我见面 我们解开了误会 加了联系方式 巧合的是 赵明几个月前 就收到了公司的调令 要调到和我同个城市的总部工作 一切似乎都在冥冥之中 推动了我两个人子 很快 我们便走到了一起 嫂子不知道 从哪里知道了这个消息 开始了和前世一模一样的作妖 嫂子不知道 从哪里知道了赵明公司的地址 蹲守在办公楼前 堵到了赵明 他跟赵明表明身份后 说了一大堆抹黑我的话语 总结起来重点就是 说我谈了一段五年的恋爱 身子已经不干净了 说我能在公司做到现在的位置 全靠着和老板不干不净的关系上去的 说我在家不孝顺我妈 不关心侄子 和全家人闹掰了 自私自利 心肠歹毒 我当时正在和她语音电话 赵明对嫂子堵下来之后 她没有挂断电话 我听见赵明是这样一句一句的回复嫂子 将她堵得哑口无言 赵明说 大姐 欣欣有恋爱自由权 不管当时她做了什么 她乐意你管不着 不要拿你的封建遭破思想 去诋毁一个的女孩 其次 我们公司和欣欣有很多意欲往来 欣欣的优秀 大家有目共睹 你嫉妒欣欣优秀可以直说 何必这样拐弯抹角的来抹黑她 最后 你们家对欣欣做了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欣欣的人品 如果她跟你断绝关系 那绝对是你们 做了对不起她的事 含了她的心 我最后还想说一句 你作为人家的嫂子 能说出这么多诋毁小姑子的话 依我看 你才不是好人 赵明走远之后跟我说 嫂子当时脸都绿了 愤怒地瞪圆了眼睛 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听得我捧腹大笑 这一事 我在和赵明在一起之前 就跟她坦白了我家的情况 她听后不仅没有指责我 反而无比心疼我 被一家人算计吸血 她说 如果我要和家里断绝关系 她很支持我 她说她愿意做我的家人 所以这次嫂子上来挑过离间 注定不会有好结果 晚上 大门被敲响 我从猫眼中往外一看 男人竟是嫂子 脸上还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 隔着门 我没好气地问 大晚上的找我有什么事 嫂子眼珠子咕噜咕噜地转 笑着说 欣欣 你先开门让我进去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我直接拒绝 要说就在这里说 不说我要去睡觉了 嫂子连忙叫住我 欣欣你别走 事情是这样的 嫂子听说你最近交男朋友了 不放心你 就自作主张调查了那个男的 结果你猜我查到什么 那个男的连一套房都没有 现在这年头 骗财骗色的男的多着呢 你可不要被他骗了 嫂子是好心才提醒你 你可要放在心上呀 这种男的不能要 嫂子劝你 还是分了吧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赵明刚调回总部不久 在这里没房产 再正常不过 他在之前工作的城市 光是当做投资的房产 就有七八套 家里破产之后的几年内 也再次东山再起 光是回家继承家业 就有这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在这里买不买房 全在他一念之间 况且 赵明跟我有了结婚的念头之后 最近已经相中了一套 200平的大平层 准备下手购买 装修成我们的婚房 这些情况 前世和今生 我都没有和家里人说 嫂子自然不知道 我吃笑了一声 与待讥讽地回复嫂子 嫂子 不劳您费心 就算她是个乞丐 也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你还是操心操心 老妈在小区种菜 被人举报的事情吧 我妈喜欢没苦硬吃 总想证明 自己在家里的价值 住进这个小区之后 她偷偷在楼下 公共区域的花坛内种菜 每晚趁夜深人静的时候 偷偷将家里的 储存的营养液体 浇在花坛中 气味熏天 住在一楼的住户忍无可忍 偷偷装了监控 拍下了证据 向小区举报了我妈 此刻 我妈还被关在小区物业内 撒破打闹 业主群里 大家都在艾特哥嫂下去处理 可他俩无动于衷 听出了我话语中的嘲讽 嫂子气的脸都黑了 指着我的大门破口大骂 最后才多的脚走了 我睡觉前点进业主群 看到物业发了公告 物业警告大家 禁止在小区公共区域内种菜 一旦发现 警告家罚款 物业拍了很多照片发上去 我妈好不容易脱脱种的菜 全部被拔除 连带着还罚款了几千块 照片中 哥哥和嫂子气的脸都变形了 纷纷地拖着老妈往外走 而我妈死活不回去 蹲在地上捡被拔掉的菜苗 业主群有的在骂哥嫂一家 有的在为物业的做法拍手叫好 哥嫂一家在这个小区 本来名声着臭了 这下更是沦为过节老鼠 人人都恨不得指着他们骂两句 我畅快地看完了这出闹剧 甜甜地进入了梦乡 睡到半夜 一股呛鼻的烟味传入鼻腔 我从噩梦中猛地惊醒 只见房间内已经被浓烟瓶漫 我心下大叫不好 努力强迫自己镇静下来 我立刻跑到房间内的浴室 将毛巾和浴巾打湿 浴巾裹在身上 毛巾捂住口鼻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 观察力圈周围的情况 大火还没有烧到房间 可阳台已经燃起了滚滚大火 火势正在迅速往里蔓延 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汽油味 我整个人都惊了 害怕得浑身发抖 我迅速抓起手机往外跑 跑出大门后 我立即拨打了消防电话 此时同一楼层的人也都被惊醒了 大家合力打开的消防栓 将水管弄好 一部分负责用消防栓的水灭火 一部分拿着灭火器帮忙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火势在最快的时间内被熄灭 除了我住的这一户 其他人的房子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只是我的房子 此刻已经焦黑一片 满目狼藉 住不了人了 消防很快赶了过来 检查一圈之后 确认了起火点是在阳台 我跟消防员透露 我在空气中闻到过汽油的味道 但是我家并没有汽油 我不做饭 连最基本的食用油 我不曾买过 想到这 我抬头看向了装在阳台的监控 之前哥嫂家屡次挑衅 在阳台各种整骨 我边在阳台装了监控 就算发生了什么事也有证据 我掏出手机 往回查看监控记录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着火的原因 只见半夜大家熟睡之际 一个汽油桶 悄悄地从楼下降落在我的阳台上 汽油全部倒在我的阳台地板上之后 汽油桶被重新转了上去 过了一会儿 一只烟头从楼上扔下 准确掉落在我的阳台地板上 汽油被瞬间点燃 并迅速向四周蔓延 瞬间火光冲天 消防员和我都看呆了 想不到哥嫂一家为了对付我 竟然想蓄意纵火烧死我 我倒吸一口冷气 心内一阵恐惧 浑身像是跌入冰窖 冷静片刻 我迅速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来了之后 我将证据交给了警方 并正式举报哥嫂 蓄意纵火谋杀 哥哥和嫂子被逮捕 经过一番审问 哥嫂死活咬定说 不是他们干的 说他们是冤枉的 而警方搜查之后 在哥嫂家里并没有找到那只汽油桶 因此 住我楼上的所有住户 都成为了蓄意纵火的嫌疑犯 被波及连累 大家对哥嫂一家本就充满怨言 这下更是恨不得将他们千刀万挂 大家纷纷加入找证据的队伍 终于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一名半夜失眠 在楼下溜达的住户作证 当晚曾看到哥哥下楼扔汽油桶 而一些用户也翻找出监控记录 证明了哥哥确实下楼扔过汽油桶 证据确凿 哥哥终于生累俱下 承认了蓄意纵火杀人的犯罪事实 哥哥和嫂子被逮捕入狱 每个几年是出不来了 哥哥也因犯罪被单位开除 而我那两个小侄子 父母有了犯罪记录 以后的升学和工作 估计都不会太顺利 没了收入来源 家里还有房贷要还 这天妈妈带着两个侄子掌上门 妈妈跪在我面前 生累俱下 欣欣 你哥哥嫂子因为你坐牢了 你可不能不管你的两个侄子 家里还有房贷要还 你哥哥的工作又没了 存款都拿来买房了 家里现在就靠你了 你一定要帮你哥还房贷养儿子 我内心一片冰冷 唇角忍不住勾起一丝讽刺的笑意 妈 哥哥嫂子想要放火烧死我的时候 你怎么不去阻止他们 你怎么不想想我会死 现在他们自食恶果进了监狱 你又想起来还有个女儿了 你的良心真的不会痛吗 我不会收留侄子 也不会帮忙还房贷 你要是愿意 我可以帮你把哥哥的房子卖掉 你拿着钱带着侄子回乡下 从此我们母女情断 妈妈崩溃大哭 见我无动于衷 她彻底绝望 最终答应卖房 送走他们的那天 看着车子渐渐远去 内心不知为何 生起一阵慕名的伤感 赵明从背后上前搂住我 没事 我们马上也会有余家了 我天天一笑 眼泪无声滑落 心里被爱意填满